这个牛排啊 剪好之后 得给它醒一会儿 剪成小块吃 上菜了 香煎黄花鱼 煎牛排 大牛豆 炖土豆 五花肉 米饭 两碗 好 大家 我是美食阿姨 我们要开饭了 开饭 先吃牛排 对 我掺上牛排了 来一块怎么样 这牛排 煎好之后 醒一醒 好嫩嫩 嫩吧 两块酸 这牛排还是在山姆买的 时间很久 炸鱼吧 炸鱼吧 那个多 这个上 来一锅 啤酒 牛排现在是喝 红酒 炖的大豆角 五花肉 行吗 挺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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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你现在做饭没毛病 还放了土豆 你夸我是为了让我 一直做下去吗 不是 你为您 确实做下去 你就忽悠吧 适合我的口味 你们发现我换发型了吧 这是我的新发型的第一次亮相 我剪头的时候就告诉他 不要刘海 然后稍微过肩 剪得好 老西说太帅了 有点细便 现在剪头太贵了 原价68块钱 为了剪这个头跑了好几家店 35我没剪 50我更不能剪 然后进到这家之后 他告诉我你是第一个客人 30块钱 我以为他是骗我 实际上是真的 就是他们非常在乎 第一个客人如果进来之后 没剪走了 会影响一天的生意 那你每天来上海甲 你每次上海甲剪 拍第一个 谁也没你会算计 我怕人家笑话我 有时候你想排第一层 你还排不上呢 然后我为了验证一下 他说的是真是假 我说那我下次如果再来剪的话 到底是多少钱 他说68 真的是68 我说那我占便宜了 然后那个 那个人大概有40左右 我感觉 是一个男的 男理发师 他说不是你占便宜 不是那个 你幸运 我说我很幸运 他说不是你幸运 是咱们两个 有缘分 我觉得说太有道理了 这是有缘分 老硬了 来个黄花鱼 嗯 这黄花鱼我要可以自己吃 这个啤酒鱼老大了 是吗 嗯 我要先自己把这瓶能喝了 我看喝不了 今天煎牛排正好 我说这黄花鱼煎一下 煎一下挺好吃是吧 嗯 嗯 哎呀 嗯 这黄花鱼煎挺好吃的 好吧 嗯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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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喜欢吃煎的 基本上它那小刺就不用吐了 你吃煎的最主要是 你要愿意吃这个鱼的香味 嗯 对 你要是断的是吃鱼的鲜味 嗯 你竟然把鱼的鲜味给盐了 嗯 哎呀 帮我忙 大牛排 这牛排它自己调味了 调了调味 我什么也没放 调了 它调的不重 加不上来 它这蒜子整那么小 啊 小的有味 我的天哪 谁弄加上来 这碗吃 好啦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赞呀 拜拜 拜拜